复古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营造出灯会般热闹华丽的场景 还有原木色装潢的吃茶店 充满怀旧气氛 大道城游客中心 经过11个月的整修后重新开幕 打造五大复古场景 搭配免费提供旗袍等复古服饰换装 吸引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新增了一个蛮复古的观光地图 另外也有一个复古的变装的场所 这个以外也引进了在地 在地产业的一个传统产业的特色 有茶叶有中药 另外也有服饰还有灯笼 所以整个都让大家来到服务中心 可以感受到大道城的整个氛围 已经启用五年的游客中心 过去只有一楼使用 藉由这次整修让空间焕然一新 也提升建物结构安全与友善旅游环境 活化这座大道城的历史建物 在活化上我们这一次让建物内的空间 此外也增加了刚刚讲的无障碍的设施 因此在这一次我们观传局所辖下的 所有旅客中心里面 大道城游客中心是非常重要 而且来访的旅客人士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那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改造 希望让更多在国旅市场上 对于大道城迪外界这边非常非常有热情的民众 来到这边也享受游客中心提供了更多便捷的服务 搭配游客中心重新开幕 观传局也特别举办欢庆活动 即日起到12月12号 游客参与复古服饰换装活动 还有机会获得在地好礼 欢迎民众前来体验 感受大道城的迷人风情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导